词曲 李宗盛 那只好 将人生意义品尝 我只希望上帝呀 帮个忙 既然给了我 爱情 为何还要我 寻你 我想要狂悲 狂喜 黑色不息 这是 看来传说中的鸭蹄 宝典 还是很管用的吧 这全部都是你批改动 对呀 昨天我看你放在客厅的桌子上 我就随便看了看 虽然我很不愿意承认 但是这个分数呢 基本可以拿到奖学金了 你别这么激动地看着我 我只是随便看了看 我知道啊 我这次这么拼命地努力复习 怎么可能会考不好 我不是笨蛋 对不对 你不是笨蛋 那我是不是可以履行我的承诺 承诺 看来你还是笨蛋嘛 我说的是烛锅晚餐 哦 对哦 烛锅晚餐 你不是说我都差点忘记了 看来没有想象中的开心吧 怎么会 我很开心好不好 我只是在担心 我还从来都没有跟人家吃过鱼竹馆晚餐 就这么定了 你 负责准备 我知道 我知道 保证让你终身在忘 包含尘 谢谢 烛锅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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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要准备什么呢 中餐习餐 要不要买梳花啊 赤草草 你确定你不是在做梦吗 这样的时刻 应该只能在梦里吧 不 我连做梦都没有梦到过 以后 也不会再有这样的时刻了吧 我是生病了吗 我的心都快跳出来了 手跟脚都麻掉了 感觉都不像是自己的 这样的五号尘 以后应该也没有机会看到了吧 干杯 喂 红酒是慢慢品的 你口气把它喝光干嘛 没有啊 我是觉得 这样的机会 以后恐怕不多了 就希望可以跟你多喝几杯吗 请享用 这个色拉不错 蔬菜新鲜爽脆 这咋 我说的是食材好 关你什么事 这个海鲜汤很不错 非常的鲜美 谢谢 没想到你的手艺还不错 上次我帮你做的菠萝炒饭 你不是都吃完了吗 现在才承认我的手艺好 菠萝炒饭 嗯 欧先生 迟早早特意为我做的爱心便当 那一次嘛 是 我很饿 吃什么都好吃 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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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连一句夸奖都吝啬说 嗯 这个牛排 看上去不错 熟度还可以 让你吃什么 你的伤爬 这是很过瘴的 因为你不想说 天哪 什么味道这么恐怖啊 这个酱里面到底我放了什么 我想想看哦 胡椒粉洋葱蒜蓉柠檬汁 天哪 你干嘛 不要吃了放下放下 怎么了 这黑胡椒箱里面的奶油锅器了我被发现了 我还把它放在牛排上 整块牛排都不能吃了啦 对不起 我又搞砸了 我为什么那么笨呢 不断的意外意外 什么事情都做不好 还要连累其他人 对不起 好了 有的时候意外呢 可以变成另外一种惊喜 走 我带你去寻找另外一种惊喜 来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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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啊 我没有想到每一家都打烊了 没有一家开门的 所以 就只能这么 凑合了 已经很好了 比我想象中的 还有美好 还有浪漫 好好茶 谢谢你 我只是 不想我自己精心准备的烛光晚餐 泡在你的眼泪里 对不起了 行了行了 别说了 都饿了快吃吧 嗯 好香啊 好好吃哦 嗯 哎呦 哎呦 你说 何本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啊 有生以来 从来没有人在烛光下 拿刀叉吃他们 是不是啊 哎 我说你脑子里装的什么 所以 他们会不会觉得自己虽然是一条河粉 但是被我们很郑重的对待过 因此还感到光荣了 我说你能不能不要胡思乱想 反正这些河粉的都会被你吃到肚子里 不一样的 我要是河粉 我会觉得很开心的 我饿了 吃什么都好吃了 真的很好吃 我感觉 看什么呢 这么入身 你又拿了搞来这个手表 事情不已经结束了吗 你还想干嘛呀 可这根本不是真相 迟早早根本就是无辜的 可他是自愿的 又没有人逼他 一个人瞎操心 你是不是对他有点 你胡说八道些什么 换成任何人我都有义务去搞清楚真相的 换成任何人 真要换成其他人考场上作弊 你会站起来给他顶罪吗 不会吧 你欧浩臣就是一个怕麻烦的人 你不会管人家的闲事的 还说不喜欢他 别别别 闭嘴 好吧 没有说过的话就不能成为既定现实 那我是为你好啊 免得你以后自己打自己嘴巴 就此打住 等等 你刚才说什么 说 说 什么 没有说出口的话 就不能成为既定现实 怎么了 我说错了吗 谢谢你 帮我一个忙 你干嘛不敲门啊 不是 你在干嘛 我 我不想再住在这里了 为什么 因为 反正我都要被退学了 何必继续住下去呢 况且如果再继续住下去的话 迟早会害到欧浩臣了 谁说你要被 不行啊 总之你不能走 别打别打 姐姐 你不要管啊 我能够跟欧浩臣 一起住这么长的时间 又有这么多的回忆 我已经很满足了 满足了 嗯 你确定吗 你就真不想知道欧浩臣心里 对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吗 就算你要放弃 你也先搞清楚自己是不是真的出局了 顶罪这种事情你都敢 现在要面对自己的感情了 你就当逃兵了 再争取一次吧 给自己一个机会 也算给别人一个机会 你如果不去争取的话 你永远不会得到自己想要的爱情的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对了 我还有一件事情要问你啊 之前那个作弊的手表 你有没有动过它 动过 什么叫动过 不是 就是你有没有用过 哎 你不是相信我吗 我当然没有动过 那个东西我根本就不知道怎么用 那考试之前你也没有动过 没有 有没有 就算你要放弃 你也先搞清楚自己是不是真的出局了 顶罪这种事情你都敢 现在要面对自己的感情了 你就要当逃兵了 再争取一次吧 给自己一个机会 给自己一个机会 也算给别人一个机会 你如果不去争取的话 你永远不会得到自己想要的爱情的 明天就要开始放假了 明天就要开始放假了 我也没有理由再继续住在这里 如果这一次不跟他问清楚的话 我可能永远都没有机会知道 欧浩辰他心里真正的想法 是该面对感情真相的时候了 好 可是要怎么跟他说 是要直接邀请他吗 还是先跟他聊点什么别的 万一他拒绝我了 我怎么办 欧浩辰 有事吗 我 你今天晚上有空吗 有啊 那晚上九点 你到学校来找我一下好不好 我有事情要跟你讲 有什么事情在这里讲不就好了 不行不行不行 因为是个特别重要的事情 所以也选择一个特别的地方 好吗 好吧 今天晚上九点我们学校见 你答应了 嗯 谢谢 谢谢 你 谢谢 你 喂 爺啊 你声音怎么听起来这样啊 没事 有点感冒而已 最近天气变化很大 你要自己多注意身体 你从小到大就容易过敏 现在千万不要大意了 要记得柳橙汁千万都不要喝 知道了 我跟你爸今天晚上要去参加你姨父的生日晚宴 你记得到时候给他打个电话祝贺一下 妈 你又不是不知道 姨父她根本就不喜欢我们一家吗 就算再怎么做也讨好不了他们 妈妈也是无奈 寄人篱下嘛 难道还不能给人家好脸色看吗 以后日子要怎么过下去啊 是不是 我也不知道 哎 你家 我现在整个人都觉得 好紧张哦 虽然其实也一直说要表白 但是就这一次 好像跟之前都不太一样 她已经同意了在学校见面了 晚上九点 不管如何 在我走之前 我都想亲耳听到她对我的真实想法 好 好 这打一的学生能拿到论文全国第一名是实在不容易 我告诉你 那个 那个 等到那个颁奖仪式的时候我跟你一块去 亲不宴 我好好的敬你一杯 好不好 我这有事啊 一会再跟你联系 再见 你有什么事吗 我想来澄清一点事情 这两天怎么有那么多人来澄清啊 那你要澄清什么事啊 哦 就是迟早找考场作弊的那件事情 我想我可以证明它是清白的 哎呀 你又来搞这个问题了 不是不是主任 总之呢 您先把那块手表给我看一下好吗 我实在不知道你们这帮人 一天到晚脑子里在想些什么东西 嘿嘿嘿 那去 我看你们到底怎么证明这个东西成立还是不成立 很快很快啊 马上 哎您稍等 这块手表的关键呢在这儿 那 果然吧 你看 它这个根本就没有装信卡 所以说迟早早在考场里面根本就接收不到信号 而且呢 这款手表还需要有这个发射器才能完整的接收到信号 这个它也没有 所以说呢 在考场上迟早早根本就不可能作弊 好 喂 喂 邓先生 搞定了 快点叫我韩清天大老爷吧 搞定就好 搞定就好 哎 我回去吧 可以用烙铁在脑门上印个清天大月牙 你觉得怎么样 喂 你怎么这么没有人性啊 这个消息是你告诉早早呢 还是我告诉早早呢 不用了 今天晚上 我亲自告诉她 呦呦呦呦呦 你亲自告诉她 有心记忧哦 哎 我不跟你说了啊 喂 喂 哎呀 我做月老容易嘛 还帮我电话 真是 这是 我们的心血没有白费 终于取得成果了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上位于同学 今天晚上能请你吃个饭吗 一起庆祝一下 今天晚上 不方便吗 我 我 我今天晚上还有点事儿 只是吃个饭而已啊 不会耽误你很长时间的 这 好吧 对 没关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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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 好 好累 大功赶成 时间该差不多了吧 不好吃也赶快来了 你给我发个短信提醒他 再提醒他一下好了 好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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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一会儿吃完饭 我们去哪儿啊 不用了 爸 今天太晚了 我知道 这附近有一家咖啡厅还不错 不如一会儿我们去坐坐吧 小怪 真的不用了 我将没有离开 早就没意义 我已经远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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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ат 他们的甜品也很好吃 我们要不要尝尝啊 不是 上官还是这样的 今天晚上呢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 我不能让别人久等 好吧 服务员 买单 这次呢 我请你 谢谢你对我的邀请 既然这样 那我就不强求了 不过 他们买单还需要几分钟 那就再陪我一会儿 喝杯饮料吧 麻烦 这一来杯橙汁 和不言的地带 难听的心怀 既然万全能够出来 时间怎么过得这么慢呢 我和尘怎么还不来呢 没关系 没关系 还有时间呢 他现在应该在车上了 迟早早 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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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扎蜡烛 你会帮我实现吗 如果说 这是跟我梦里的场景一样 虽然说 这个幻想 我已经想过了一千遍 一万遍 但是现在 是我离他最近的时刻 欧豪辰 如果这一切都不是我的错觉 你会帮我实现吗 先生 您的掌灵 谢谢 选择 盛官 那我就先走了 今天不能送你回家了 实在抱歉 盛官 上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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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么了 快 帮我救救护车 好 好 他忘了吗 还是他反悔吗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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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刚还有回我啊 怎么可能反悔 再等等 再等等 他就回来了 这便是 那个笨蛋 应该是等得很着急了吧 病人还没醒吗 医生 他的情况是不是很严重啊 是的 病人本身就是严重的过敏性体质 橙汁过敏加上之前服用的感冒药 产生了香冲 所以导致他眩晕晕倒 家属随时都得陪在他身边 好 知道了 谢谢你 医生 我还是联络一下上官的家人吧 感谢您的声 我不能再这么等下去 快下雨了 喂 喂 喂 你是 我是上官仪 她跟上官仪在一起 上官仪 她跟上官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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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是越来越不择手段了 她跟上官仪 她温可 她温暖 跟上关于你在一起,又怎么样呢? 能说明什么? 他...他... 他们说不定真的有事啊 包含尘答应过我 他会来的了 我想醒他 我一定要等到他来 告诉他,我心里一直都想说的话 你醒了,感觉好点了吗? 你一直都在陪着我 谢谢你啊 还有 对不起 我好像 我好像 你醒了 感觉好点了吗 耽误你的时间了 你就别客气了 这是突发状况嘛 你也不希望这样 对了 刚才我没有经过你同意 拿你电话联系你父母 我希望他们也可以过来照顾你 但是 他们没接电话 他们是不会来的 他们是不会来的 他们可能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吧 等他们看见了,会拨过来的 不会的 他们是不会管我的 在他们心里 我这个女儿一点都不重要 那些对他们冷眼相看 一致气势的人 才是最最重要的人 我什么都不算 很可笑吧 我看起来 锦衣玉食 所有想要的东西 没有什么得不到的 可事实上 我的骄傲和自尊 完全被别人踩在脚底 不能见光 不能见光 然后 再一个人 想办法 默默地爬上来 你相信吗 我 从小生长在这样的家庭里 情情早就变值了 我妈因为嫁给了 像我爸那样的普通人 所以在所有的姐妹当中 是最不受重视的 而且还要经常受到他们的排挤 我爸呢 就被别人嘲笑是吃晚饭的 每次找他们帮忙 他们都极尽奚落 让我们毫无尊严 每次看到爸妈 受屈辱的样子 我的心都像在被刀刺痛一样 我告诉自己 一定要努力 一定要争气 我把什么都做到最好 让他们无可挑剔 可是浩辰 我做得还不够好吗 我这样做还不行吗 我到底要怎样做 才能不过这种委屈求全的日子 尽管 你别哭了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真的 已经很好了 好了 坚持一下 再坚持一下 我后来就要来了 再坚持一下 想听见你说 你说 说爱我 开心难过 都愿意陪着我 也许会有那一天 也能够被爱发现 你在我身边 一起找寻 永恒的起点 想听见 你说 说爱我 开心难过 都愿意陪着我 都愿意陪着我 也许会有那一天 也能够被爱发现 幸福会显现 在一瞬间 只要你相信 这一切 都愿意陪着我 在一天 我未有的家庭 都愿意陪着我 都愿意陪着我 那天 那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